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各 MIX ON是專為剪輯師電影動畫和遊戲設計 視覺藝術相關等等提供專業的軟體 隨著2022年秋季的更新 這次他獲得廣泛的新功能和增強的功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馬上進入今天的內容吧 電話4D2023改進了建模和模擬的一些功能 讓他的速度得到了提升 現在多了一個新功能叫做對稱建模 對稱建模能允許我們模型能夠進行鏡像的修改 你可以使用世界的網格、對象軸 甚至你使用拓譜的方式來定義對稱 讓你可以更快速的進行模型的編輯 也可以拿來複製模型 如果我們要使用的話 直接到上方就會看到有一個新的圖案 是這個蝴蝶的圖案 當我們啟動了這個對稱功能之後 我們可以點擊他右手邊的齒輪 這個選單是關於他對稱建模的一些詳細的設定 那我們可以點擊這個圖釘 讓他可以釘選在我的頁面上面 那當我們啟動這個功能之後 我只要選中我的模型 然後選擇面模式 這樣你就會看到他新增了三個走向的工作平面 那我任意在上面做移動了 你就會看到我其實選取的 不只是只有單獨我鼠標的這個面 其他關於對稱面的這些面 都會幫我被選擇起來 那我們也可以自行定義你要對稱的面是哪一個面 我們在右手邊的XYZ 在這裡我們可以去進行選擇 利用勾選的方式可以將他開啟 譬如說我們只需要Y跟X 這樣子我們就得到了只有對稱Y跟對稱X軸了 那開啟這個對稱平面工具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行模型的編輯 不管你是用隱身 還是你是使用切刀工具 他都有辦法進行對稱 那甚至呢你是想要挖洞或者是編輯線等等的 也都會幫你進行對稱 當你今天的模型他並沒有在工作平面的中心點的時候 那如果你有想要去對齊工作平面的中心點 那你就可以在對稱工具的這個選單裡面呢 將我們的Space空間的改成Global 他就會幫你直接回到這個世界中心的地方 那如果你今天的工作平面呢 並不是在一個平行的空間當中 你也可以使用work plan來當作對稱的工作平面 這時候他就會參照你工作平面的位置 去進行工作平面的擺放 那最後一個的自定義呢 就是你可以自行的去定義 你這一個對稱工作平面的位置要在哪裡 然後注意的是他當位置跑掉了之後呢 你的對稱呢同時也會跟著跑掉 那就根據你的模型的複雜程度呢 你可以自行的定義你這個對稱平面的位置 那甚至是你要旋轉 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對稱工具呢 他不只可以使用在模型的編輯上面 他對我們在快速的去複製鏡像的模型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場景呢就是一個我只把模型蓋了四分之一邊 那我希望使用對稱複製的功能 快速的把其他幾個邊呢全部都複製出來 那這時候呢我只要選擇面模式 然後呢我將我的模型全部進行框選 然後點擊右鍵 我找到一樣對稱工具裡面 點擊它 那經過坐標軸的一些簡易的設定 我就可以快速的把其他的邊呢複製出來 那如果你想要改變你複製的坐標 你可以點擊右鍵 在對稱工具的後方呢 有一個小齒輪 這個齒輪呢就是你可以去修改你複製的方向 是要從哪一個軸向變到哪一個軸向 那這就會根據你模型建構的位置呢 自己的去設定 如果我們要建構一個比較精細的模型 有時候我們會在Smartphone丁裡面呢 使用它本身的Scout雕刻的系統 那這個雕刻的系統呢也支援這個對稱的功能 現在呢我將我的介面呢先切換到Scout雕刻的介面 那如果我要雕刻的話呢 我就會將我的模型進行細分 那這裡呢我選擇讓它細分兩次 這時候呢我將我的對稱功能給它打開 以及右手邊的齒輪 我將它點開 確保我的三個軸向呢 它的對稱都是開啟的 那這時候呢我就可以使用我的雕刻工具 那當我把我的鼠標移到我的模型上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上面其他的三個方向呢 它同時都會出現一個小白點 並且跟著我的鼠標進行移動 那這就表示我的對稱功能是開啟的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雕刻 那一樣呢如果你需要改變你雕刻的軸的話呢 你可以將你的XYZ進行選擇 這個呢是關於在雕刻當中呢 你也可以使用這樣的方法 為你的模型呢更快的去添加細節 對稱工具呢是使用在兩邊 同樣的模型的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使用對稱工具去進行編輯 那如果今天你的兩邊的模型呢 它並不是對稱的 那沒關係同樣的這個對稱工具呢 我們可以自行的去定義 它對稱的這個中心的軸向 一樣呢我們將我們的對稱清單 給它打開來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沒有辦法去使用 它本身提供的這個對稱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將它的種類呢 切換到右手邊的選單 這個選單呢就是我們可以自行去 去定義你可以使用線去定義中心 或是使用面去定義 那這裡呢我們選擇使用線來對稱 當我選擇線模式之後呢 我可以去尋找我要對稱的這個軸向 那等一下呢我就會定義這條線為我對稱的中心 這時候呢我選擇線點擊設定 它呢會呈現紅色的時心 這時候呢我如果選擇面模式去進行面的選擇 你就會發現在它的對面呢 就一樣的會被我選起來 但它根據模型的面數的問題呢 有一些面它是沒有辦法去選到的 因為你的模型本身兩邊就是不對稱的 那這種方式呢就是用在你的兩邊的模型呢 它並不是很完整的對稱的時候 但你又有想要一點點對稱的編輯 那就可以使用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或是呢我們可以選擇面 然後呢將我要對稱的這個面 將它設定為對稱的中心點擊設定 它的面就會變成是紅色的 那這樣子我在選的時候呢 那一樣它會根據面模式面數的計算呢 去幫我選擇對應的面 那它會有很多的資產的管理 資產瀏覽器在SIMA4D新版的當中呢 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用於資料的管理或者是匯入資料 或是你要查看一些資料的屬性 模型、貼圖、燈光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在這個資產瀏覽器當中去進行查看 那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資產的管理呢 在新版的當中呢 它新增了一個叫Watch Folders 查看的文件 在資料夾的當中呢 我將我的模型呢已經做好了打包 我將一些參考的圖片、貼圖、原始的素材 還有燈光模型等等 全部都放在同一個文件的當中 那有時候我們這樣子在轉移資料的當中呢 它會掉了一些貼圖 或是掉了一些我們參考的模型 那會造成我的模型顯示是全黑的 它並不會有模型貼圖的顯示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新功能 我將我打包好的文件呢 直接按住左鍵 拖拉到我們的資產瀏覽器的當中 這時呢它會產生一個新的資料 它叫做Watch Folder 這裡面呢就會跟我原本的這一個資料夾呢 進行連動 首先呢我可以先將我的模型 放到我的場景的當中 那通常這樣子進來呢 它就是掉了圖片 它顯示是全黑的 如果我們要找回這些圖片呢 你可以到上方的Windows 然後呢 它會列出你這個工程文件 所有外部匯入的檔案 這時呢我們可以將它全部框選 右鍵呢 我們去relink 那找到我同樣的這個資料夾 按選擇資料夾 它打勾了 那就表示它檔案全部都找到了 這時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它貼圖全部都回來了 下面呢是我們的模型 上面呢是我們擁有的資產 你可以雙擊點進去 你所有在資料夾的資產呢 都會幫你顯示在這個地方 那當我今天不論是新增 或者是刪除了某一些資產 我在這個Watch Folder 都可以快速的去進行查看 比如說呢我們在我們原本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在右鍵新增一個 我們新增了一個資料夾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Muchifolder這裡 它呢就會即時的再幫我去新增一個 我剛剛新增的這個資料夾 如果我們檔案呢進行了轉移 比如說我將參考圖呢 全部都丟到OBJ的裡面 重新整理 那你會看到我的資產瀏覽器當中的 參考圖這個資料夾的符號呢 它正在幫我進行運轉 以及我的OBJ也開始了 那待會呢它就會幫我把所有的資料呢 從參考圖轉移到OBJ的當中 然後再按按按鈴鐺 這樣子的方式呢 它會自動連結我資料夾的路徑 當我專案關閉的時候呢 這個Watch Folder呢 它就會自動轉存在我的CCD本身的文件的裡面 所以當我下一次開啟的時候呢 它還是會在 那如果你想要完整的把它拿掉的話呢 你可以對著我們的這個Nike的文件按右鍵 remove data 是 這樣子呢 我的Watch Folder 暫存的這個資料夾就會消失了